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鷹嘴豆燉菜 我個人其實很喜歡鷹嘴豆 因為它其實算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的攝取 我們邀請到的是葉民富葉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哇 燉菜 然後又是鷹嘴豆 所以感覺就是一鍋飽的感覺 對 因為它有蛋白質 然後有好多的蔬菜 很多蔬菜這樣子 可是講到燉菜 它會不會要做很久 它在 因為它在炒的過程當中 就會真的是會花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對 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一次做多一點 想吃的時候就會把它養完來吃 做好之後 分批可以把它放冷凍 需要就把它退冰 然後再稍微回熱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到底什麼樣的東西 適合做燉菜 任何的蔬菜 像這次我在做這個的燉菜上面 我就會用到洋蔥 然後櫻瓜 還有紅蘿蔔 還有西芹 所以這些都是耐煮的 對 相對耐煮的 那葉菜類就不適合 葉菜類的話它會變色 對 它會變色 其實我會比較不建議 對 因為它在顏色的一個 一個可看性產的上面 它會比較不太好看 好 所以我都會用一些 比較耐煮的東西 去做這樣一個燉菜 是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這一些 那到時候要怎麼 就是它是要切片還是 好 像燉菜的部分 那我洋蔥 我就會把它切成丁 對 切丁 對 切丁 然後所有東西 節鍋也是 然後紅蘿蔔 西芹跟添加 都把它切成丁狀 全部切丁 對 就把它切成丁狀 好 那我在剛才的時候 就有先把它切好 好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 開始準備做了 沒有錯 因為這一道 它燉的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好 切丁其實還好啦 對 切小丁或切末 切碎都是比較費工 可是切丁就還好 好 那我們什麼東西要先下 我們現在呢 等一下要下的順序 會是以洋蔥 洋蔥要先下 先把它炒香 對 然後再來做蒜末 還有蒜末 對 有 好 這兩個都是提香的 一個元素在 可是是洋蔥要先下去 洋蔥先下去 對 沒有錯 好 那再來紅蘿蔔 對 然後再來櫈瓜 西芹 對 跟甜椒 哦 依序下去 對 然後最後我們再放鷹嘴豆 讓它去燉煮 最後是鷹嘴豆 可是老師 這個鷹嘴豆是買那種 就是一罐它已經做好的 對 因為現在有那種整罐 是 整罐超市有在賣 整罐的一個鷹嘴豆 差不多一罐差不多400公克左右 對 那用差不多一半的量 以這樣的一個份量的話 差不多用一半 哦 好 那如果說有生的 生的飲酒的話 它就必須要用電鍋去煮 先煮好 去燉煮 燉煮過之後 再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嗯 好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是一整罐的 嗯 沒有錯 好 這邊就準備一個 那現在我們就開火 就要有深度的鍋子了啦 對 因為它的量比較多一點 對 然後又要燉的時間 嗯 然後又會冒泡啦 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些 比較深一點的鍋子 去烹調它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既然講到是燉菜 因為它其實主角就是 鷹嘴豆跟一些菜 所以它的調味應該也會比較特別 對 它就是會再加了一些月桂葉 然後跟義大利的 綜合香料 對 綜合香料 好 看起來其實應該還好 就是切的功夫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對 因為每個都要切成第一 那我們就看老師 怎麼把這些組合變成好吃的燉菜 好 那一開始鍋熱之後 我們先下 先下一點油 對 先下油 這個油要稍微有一點點多 對 因為主要是因為蔬菜的料 它比較多 所以油相對也會跟著比較多 其實這邊我在用的時候都用橄欖油 對 所以老師是冷鍋之後就開始下油 好 一樣 洋蔥先下 那洋蔥要炒到就是它有一點透明有一點軟嗎 它只要上色就可以了 上色就可以了 因為它後續還有一直在炒 所以就不用單獨它花很久時間 因為有時候光炒洋蔥可能要三五分鐘 沒有錯 而且它油量比較多 而且它油量比較多 所以它應該會比較快 對 這個每一個都切成小丁 它這種片狀的一下去就全部散開了 然後油多一點再炒它也會比較快一點 對啊 所以差不多這樣子然後就 然後下一道 就可以依序下了 對 依序下 這個很快喔 這個很快 這個很快 蒜末 蒜末 嗯 所以也不用等到它炒到 就是洋蔥不用等到它炒到很軟 不用 因為後續我們還有一直在炒別的蔬菜 好 然後蒜末就把它炒香 對 這一道菜餐廳會不會很常做 這一道菜餐廳它都是會做成當 譬如說當配菜 當配菜 當成一個配菜 或者是說當成一個開胃菜 它會搭著麵包吃 搭麵包吃 所以我這次就是把它搭著麵包去吃 就是西式的做法 對 沒有錯 西式的吃法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家裡真的是 比如說三菜一湯 然後看也都看膩了 其實換一個方式做其實也蠻好的 你看 搭一個那個就是麵包 然後有鷹嘴豆 有蛋白質 然後又有蔬菜 真的很方便 一鍋就夠了 好 紅蘿蔔 紅蘿蔔下去 紅蘿蔔跟結瓜 它其實同的時間可以一起 可以同時間下去 可是結瓜 因為它其實不要花 花比較稍微久一點點的時間 所以我會兩個一起把它下去 不過有紅蘿蔔就是它一定要有油 它裡面的那些 北桃胡蘿蔔素 它就可以把它炒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鍋底的 老師剛剛講說 其實洋蔥剛開始不用炒太久 現在其實那個洋蔥的味道都出來了 對 然後蒜頭味道也一直都出來了 然後也跟著也上升 而且切丁其實它那個顏色就很漂亮 沒錯 好 我剛剛本來想說老師是要切燉菜 還是要切大塊狀 因為大塊 但也有些人會去切大塊 對 那要看你的取向在哪裡 像我就會把它切成小塊 讓它也比較快 是 而且你如果要搭著跟麵包一起吃 對 沒有錯 會有像那個西班牙小點的感覺 對 塔巴斯 那種 最後再這兩個 已經最後了 老師一直說 這個會比較久 其實也很快 這兩個 這兩個是 西芹跟 西芹跟甜椒 甜椒我這邊是用黃甜椒 那當然紅黃甜椒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 對 都可以用 像我們櫛瓜是綠色了 這個時候你搭那個綠色青椒 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會變色 那有些會搭茄子 茄子啊 在法式燉蔬菜裡面 它也會就加了一些茄子在裡面 可是他們的茄子好像是那種圓茄 對 我們是長的 我們是長的 對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 這個時候要下調味料了 對 香料 這個是 義大利香料 對 義大利綜合香料 然後葉過葉 然後葉過葉 就這樣而已其實也挺簡單的 現在下去就等於把它拌炒過 它那個香味 對 拌炒過 那香味讓它提升 對 好 再來就是 一樣外面有一些就是罐裝的一些切丁的番茄 切丁的番茄 如果我們要直接做新鮮番茄一樣 就用牛番茄 打一打 然後把它打一打 或者是說切成小塊丁 直接把它放進去 所以不建議用番茄醬 番茄醬味道不一樣 而且我不太建議 因為它口感完全都不好 對 所以大家不要 而且番茄它偏甜 不要看到紅色的 你想說不然番茄醬代替一下也行 有 因為現在有罐頭的那種番茄 它有分整顆番茄 對 切丁番茄 番茄醬 番茄 番茄糊 所以不要買錯了 是 所以這個是叫切丁番茄 對 切丁番茄 番茄糊可能太鹹也太紅了 對 番茄糊它適合做一些受食用 對 好 那把切丁的番茄加下去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 這個櫻嘴豆 這個櫻嘴豆 直接 都丟下去 所以這個老師說是半罐 這個其實不一樣風味的一個 就是 料理其實在家裡面出現 有時候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氣氛 不然真的是會吃膩 有時候三菜一湯都不在想 到底要做什麼 偶爾家裡面可以做一些比較西式的料理 真的 好 那這時候再 就開始要燉煮 那這時候就是要 加水 加水下去 所以我們剛剛調味料 就只有加意大利香料而已 對 意大利香跟月桂葉 好 然後稍微 好 這樣就可以了 蓋過蔬菜的 石材的表面 然後差不多再 多一些水 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紅色很漂亮 好 那在燉煮過程當中呢 我們可以用蓋子去把它蓋著 那它會在燉煮過程當中 慢慢去把湯汁 然後濃縮 變成稠狀 在這個稠狀的時候 就差不多已經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這樣大概要燉多久 這個差不多 所以說以我以往的經驗差不多 要燉差不多15分鐘 大概是15分鐘左右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我要把蔬菜把它切成丁狀 如果說切成塊狀的話 它時間就會再更長一點 好 20分鐘 30分鐘 所以我們剛剛切小丁 就至少要10到15分鐘 對 差不多15分鐘 好 才有辦法把蔬菜 用得比較軟一點 軟爛這樣子 好 等一下再回來囉 好 所以這樣10幾分鐘 嗯 差不多 可是你這中間其實你都是中小火耶 中小火慢慢去燉 對啊 因為它叫燉菜嘛 就是要花時間去燉 對 好 所以差不多快要可以了對不對 差不多了 可是我看到你旁邊還有東西 還沒加進去 對 沒有錯 來 喔 幾乎都酥乾了耶 從剛才加水下去之後 慢慢去把它縮成這樣的一個稠狀 好 那這個時間點 我們再去做調味 現在 對啊 我剛剛就想說 你剛剛只有加義大利香料 做調味 放鹽 幾乎都差不多沒有水 對 不過好奇特喔 你所有切丁的東西它沒有變形耶 沒有 全部都還是 對 丁狀 好 那 收好之後呢 最後面會再加 這個butter 現在最後加 對 讓它稠化 是要讓它稠化 對 讓它整個稠化 所以不是在 對 一開始沒有加 可以吃起來更 更 更creamy一點 喔 奶油 奶油應該大部分冰箱裡面都會有 所以這個是無鹽奶油 這個是無鹽奶油 這是無鹽奶油 喔 所以我們這個調味料真的很簡單耶 義大利香料 然後越桂越下去 現在灑一點點鹽 有喔 跟剛剛 就是全部幾乎汁都收乾了 加了奶油 對 加了奶油 它會把所有的番茄汁 番茄的一個狀態 全部把它再塑進去 喔 而且它顏色就變得比較溫和一點 哇 感覺 就可以一湯匙一湯匙 一直咬起來吃的感覺 剛剛老師跟我們講說 你可以把它分裝放在冷凍 對不對 冷卻之後把它分裝放在冷凍 想要吃的時候就 配一包出來 對 打個微波 加個熱 就可以吃了 也不錯耶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用 沾麵包的方法吃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如果 比如說我煮了麵 我直接把它一整瓢 放在麵上面 也可以喔 可以 就是又有澱粉 又有蛋白質 這樣也可以耶 好 好 那這樣子的狀態下 其實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對 好 我們準備要中盤 那我們完成之後 像比如說那個月桂葉 我們要夾掉嗎 還是不用 如果說 因為它畢竟它只是一個 它 讓它多一個香味在 對 那在擺盤上面其實它不影響 那如果說你在吃的時候 其實可以適適的把它 做漂掉的動作 好 好 做擺盤 對 現在像這樣子 一壺 就是一坨的東西 到底要怎麼擺盤呢 真的很香耶 它那個奶油下去之後 然後那個 我們剛剛切塊的那個 番茄 就整個那個 完全沒有那種 就是如果 所以你不能用番茄醬 也不能用番茄糊 就會嗆到 對 我先吃 好 所以把它 菜放在中間 所以選一個 稍微有一點深一點的盤子 對 有一點深容器 然後呢 在超市以後馬鈺先用 巴西里 巴西里 乾燥巴西里 灑在上面 哇 這 這畫龍點睛耶 一放上去之後 樣子就不一樣了 好 那最後面就 剛好有切過的一個 麵包 麵包 對 麵包我們在 可以沾著這個 燉蔬菜去吃 是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 麵包可以稍微烤過 可以烤過 對 那就是把它放在旁邊 所以這樣等於就一道菜出來了 好 好 哇 哇 哇 我們的 醃水豆燉菜 煮完成了 這一道呢 其實 標準 老師的期望是 就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到 對 放到麵包上 麵包上 這樣其實也很像一個沾醬的感覺 對不對 對 這樣吃多有氣質啊 像有時候你可以 如果家裡面有一些 如果有吃荷的話 對 然後有一些海鮮 它也是可以另外當成一個 西班牙的一個 小點 很多的那種變化 對 哇 這口感真的滿好的 我好難想像 就是 在我的印象中 因為我常常做櫛瓜 我覺得櫛瓜在鍋子裡面 其實你翻兩次 它就軟了 可是 居然老師可以在裡面 這樣子去燉 燉大部分 將近15分鐘 可是我現在這樣子吃 我還是 除了麵包的那個 軟Q的口感 而且老師剛剛這個麵包 其實它沒有烤過 如果你烤過 它可能會有不一樣的 就是會脆脆的 就更酥脆 烤過酥脆 可是現在這個是軟Q的 然後再加上 我會咬到一些 就是 鷹嘴豆 然後再來就是 居然那個櫛瓜會有一點脆感 對 怎麼這麼奇怪 它有一些脆感 它明明就是一個很軟的東西 它居然這樣子燉出來之後 它還是可以有一些脆感 所以老師把它切成小丁 再來呢 切成小丁還有一個好處是 我這樣子吃其實 就 你幾乎可以吃到 老師家的裡面的所有的元素 對 對 而且它這些菜非常的 就是調和 最後是因為老師把它放了那個 奶油塊下去 然後整個味道整個都變得更 就是更 就把它整個巴在一起 那種感覺 對啊 這個方式我覺得不錯 那剛好老師也分享 你除了它當作一道這樣子的菜 其實它也可以把它當作副菜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其實我如果是煮個麵 我把它直接放在上面 就很像那個 義大利麵 或者是類似拌麵 對 也可以 也可以 或者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東西要加 也可以 老師說 如果你有吃海鮮 當然你加海鮮也可以 所以是一個 滿好的 你可以當主菜也可以當副菜 對 做多了之後 冰起來冷凍 要吃的時候直接拿出來 對 太棒了 老師這個櫻嘴豆燉菜 觀眾朋友 動手做做看 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蔬食夠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